金奖制作人柯志豪带着金曲奖讲座向陈皇爷禀报好成绩 并以双手捧着田都元帅神像依照传统步骤进行开光大典 从小在大稻辰长大的柯志豪这回获得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殊荣 便决定自证田都元帅与西勤王爷给台北沙海陈皇庙 希望保佑相关从业人员无论音乐或剧场都能拥有丰沛的创作能量 今年算是成绩不错所以我住在附近 跟这个廟关系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今年应该要跟他打赏 主要是田都元帅和西勤王爷主要是四省 所以我们艺人工作的朋友都可以拜 可以让他照顾 一般的廟比较少可以看到这两尊神 所以就说带回来看就给大家照顾 因为我们台湾人其实对这些传统的声音 我们都有学生 人们在拜拜 感觉很差 那些我们生活中都会听起来 我小孩的时候也是同样的 而是比较大时开始做音乐的工作 这就是说原来我以前听到是这个 还原仪式还请到唐美云歌仔戏团创办人唐美云 布袋戏人间国宝陈锡黄大师等多位嘉宾到场观理 台北沙海城隍庙管理人陈文文表示 大稻城是著名的戏窟 如今有两尊戏神加入 就像是城隍爷开立新的部门 新的团队 让更多人来这里寻求心领寄托 其实大稻城的比较靠近台北桥那边叫戏骨 南街这边就我们狭隘城隍庙旁边 刚好又有一个戏院 那以前的熊乐座什么座都 连现在我们的那个酒楼还有一个剧团 如果要来表演歌仔戏布袋戏都很OK 所以那个戏对于这个大稻城 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行业 我们刚好有老的神 但是很斑驳了我们就把它修复 我们用最好最好的传统记忆 还得奖的新本市 结果就特别为这两尊修 修的跟新的一样 但是又有古老的味道存在 所以今天的这两尊神 就给他办了一个开光典演 为了感谢城隍爷保佑 在开光大典最后 同根生乐团还在庙前演唱招牌作品 《八宝公主》 乐团也许愿有机会能替夏海城隍庙服务 为城隍老爷谱写主题曲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八宝公主》 《八宝公主》 oma中小草木被礼网 了干起舞盂 airflow